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先谢谢康局长 我们食品药物管理局 在这段时间我们都有配搭针对先前我所关心的美香氏奶粉的议题 你们都有做深入的去做分析检验等等的 那我以下时候要讲的其实是一个提醒 因为我们先前在10月25号的时候召开了这个 安铁穴的这个记者会 那当时那当然是说我们有所质疑说地方的卫生机关 在处理这上面有烧钱慢了 那这个使得说有很多不知情的都喝下去 那当时要求他们的当时这个批号下架的时候 已经无从下架了 因为说都卖完了 所以在当时其实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一个恐慌 那在25号开完记者会之后 26号其实陆陆续续从各地就有很多人 他们有发现类似情形 而且是在不同批号的 那当然来跟我检举 那但是我为了避免造成市场上的恐慌 以及我们怕对业者造成太过的冲击 这是从良善的角度啦 所以我们并没有在进一步召开记者会 而是我们就提供给了我们的这个FDA 所以请你们做严谨的了解 那在这个了解之前 我们是10月30号 他们后来又进一步 由台北市卫生局去抽验了 这种八种不同的这个美强生的产品 但是我要先提醒 就是在10月26号就记者会隔天 台北市卫生局去抽查的 通通都说没有检出 对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提供了之后 再去检验了 因为我先讲那个情况 我们目测其实有看到了少量的这个黑色的这个物品 在不同的批号 那我们也请你们人员来看 确实目测有看到 但是目测是不能算数的 所以就去检验嘛 那你们要求台北市卫生局也要去验 而不是说只是拿我们提供的部分 所以都是很严谨的部分 那验了以后在八项的产品里面 总共有四项的产品 有验出极少量黑褐色微粒 在不同的新的四个批号里面有出现 那这个批号有出现了以后呢 你们有立刻请美强生的这个总公司 爆发国外的来说明嘛 那来说明以后 他的说明是说 是生产线没有问题 但是是自灌厂在高温 接金属灌生造成的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得到的这个回复嘛 那好那现在我意思说 现在到现在为止 也已经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 那这一个多月里面 我想要请教就是说 这个局长的是说 根据食品卫生管理法第十一条 跟其他的裁罚的规定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 更具体的作为 因为我觉得这个以上 我所讲的那所有的过程 都是站在极善意跟理性的状况下 避免恐慌 避免造成厂商的严重的生意冲击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 就是他当时想要误导说 是某一对夫妻 他们开了一个高额的嫁金 然后想要要挟他们 所以他们拒绝接受要挟 他们才做这样的态度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那个批号本来就有 而且已经都被吃完了 现在他们强调 所有的批号都不会再有 而事实证明 现在起码有四个批号的产品 有少量的黑褐色的沉淀物 现在该怎么处理呢 就是说这件事情 我们不代表理性 不代表不在意 我们一定要替消费者把关 因为他们是广大的 在喂食给小朋友 我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行政座委 是 了解 谢谢委员的关心 那这个在这过程中间 我们也请地方卫生局 一定要加强去抽查 然后来做一个检验 那当然中间在检验的过程中间 有几个还没有办法断定 因为它有时候 过度的这个调制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焦 烧焦的这些物质在那边 那那个在整个的 就是卫生条件之下 那部分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说是因为铁屑 包装包裁这过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污染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在确认这个之后呢 就地方卫生局其实是有开始 说该下架的或者是该处理的 都有在处理 那您大概关键的是说 它如果一直在犯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一个处理 那基本上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的问题在出现的时候 当然第一个我们会要求 它做一个解释 限期要做解释 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做出一些 一些要求 就是最严重的当然是禁运 就是不准它在进口 然后或者是从它调高 这个检验的一个百分比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是 几乎是百分百的来检验了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想尽量的就是说 让不合格的东西 就完全阻绝在外 也不让它进来 然后进来的话 一定是合理的 一定是合乎规定的 那如果说再继续的话 我们就会再采取 就是说